9月26日星期三,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周,将决定国内油价上升幅度,在新一轮油价计价周期中,已经过去了一半,受到国际油价不断推高影响,国内原油变化率正值延续啦。 数据写是,截至国内第五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,率为2.10%,当前预计油价上调约105元每吨,调价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24时开启,可以说这是9月份最后一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。 根据现在行情看来,油价将迎来三连涨,车主们算了笔账后,真的快开不起车了。 有车友表示,以前没买车的时候,油价上涨跟我没关系,从来不关心是降价还是涨价,现在每次看到油价上涨就心碎,开始有点后悔买车了,车辆敢在涨价前排队加油。 现在油这么贵,路这么堵,还不如骑电动车轻松自在,还省去被人借车的麻烦,停车费,洗车费,修车费,保险费每年都在涨。 一句话,啥都涨价,就是工资不涨,如果再这么下去,就真的加不起油,干脆直接把车卖了。 那话说回来,这油价是受谁控制的呢?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一个问题。 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方面的问题,国内也就两桶油垄断市场。 那些其他品牌的加油站,基本上都是从两桶油进货的。 所以不管那样,两桶油还是老大,正因为如此,使得国内两桶油自己掌握了油价和命门。 也可以说,国内的油价基本上,都是他们自己做主的。 从云八年开始到现在,油价基本上都是一路上涨。 很多车主认为,如果国家能够从其他国家多因经济加油站的话,油价问题会不会就有所降低。 而且这个年头,除了工资不涨,其他的都是在涨。 所以尽管汽油的品质可能差一点,但是价格却低很多有的,表示曾经那种油价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。 当然了,现在许多车主都表示,都不敢继续开车了,以后能不开车就不开车,毕竟属于节能环保吗? 其实说白了就是开车太贵了。 而且现在高清抓拍系统已经稍限使用,好多车主都已经被拍。 还是要注意一下,毕竟违章一下几百块就没有了。 所以相比于油价来说,我们更要遵守的是交通法则,以及是对环境的保护。 所以能不行就不行,毕竟开车还是对污染环境有影响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